84歲老阿嬤搭公車返家 倒站要下車 這時外頭下起滐沃大雨 司機餘心不忍 問老阿嬤你家在哪一邊 跟乘客說的句 歹勢啦 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把公車開進小巷子 我趕快要你啦 只錯路沒關係 司機從容不迫 倒車還要老阿嬤別著急 乘客也都來幫忙找路 總算到了家門口 司機開門先下車撐傘 扶著老阿嬤進家門 這一幕讓乘客好感動 拍下影片PO上網 引發廣大迴響 社會其實還是很溫暖 台灣最美的就是人啦 我覺得 公車變小黃 司機扇行民眾都說讚 實際找到本人 看到媒體鏡頭好害羞 手中提了一大袋 乾買回來的菜 獨自讓阿婆一個人回家的話 真的是有安全上的顧慮 因為不放心 老阿嬤下雨天獨自走回家 可能會滑倒好危險 才會臨時起義 好險乘客也樂意配合 幫忙著陸 老阿嬤安全返家 為台灣最美風景紀錄部 再添新案例 記者吳郭珍 高雄報導 關雲 吉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